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90分鐘內九賽第八站的撞車 這一場給阿德是競爭激烈 馬上要看第十名的阿賢 在這裡開出去之後 涼起了一片的塵土 回到賽道 這場地真的是非常容易失誤啊 第九名 渡邊 在這個連續玩樂區 開出去了 開到斜坡上了 再滑下來 可惜沒有起飛阿 沒想到在這裡又再次出去 在圖上開 一整片的煙 抄了一個超大的節慶 還可以到賽道 第八名 聖雄 那時候第五圈已經被套拳的聖雄 在這裡開出去 打花 轉 硬是要比人家高一點 還蠻靠近那兩個攝影師 看那兩個 看著聖雄 怎麼會在這裡 的感覺 回賽道還好有半透明 不然就要出錯火了 第七名 聖雄 第十三圈 被我追上 被我撞了一下 稍微吃了一片土 好不容易救回來 又被尬得擠了一下 滑到外面去 哇 看這個摔尾 漂亮的超長摔尾 我們是不是考慮 就讓美好停在這一刻呢 因為接下來就沒了 這要是救回來 超帥的耶 對 這對我騎士英雄啊 第六名 所以我就上榜了 延續溫道區 看起來過得順暢啦 喔 在這裡吃了沙 滑出去 哇 重撞 那是旁邊的 揮起手的寶物欄 還好沒有把他撞飛 這個撞得夠大力 高分 高分 第五名 這次騙他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還特別有了不一樣的方式 這第五名呢 就是吃牌子大賽 總共有兩位參賽者 66拳 Guard第一次嘗試 2005跟200都吃掉了 可惜了 剩下兩個沒有吃到 沒能拿下拳倒 Guard選手 可惜啦 我們來從他的後追視野看一下 吃到兩個牌子的片段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可以再吃到第三個了 接下來換我們下位選手 這一次才參加的Yougoumo來表現 在我這個高速大彎的時候 開了出去 一連吃 全中 全倒 所有的牌子都出去了 還飛得非常遠 這個50的牌子 很有戲啊 跟火魔最後因為超出賽道範圍 被直接傳回場地上 滿分滿分 以獲得撞牌 這大賽第一屆冠軍 第四名 第四名舉辦的項目 是我們花式滑沙 讓我們歡迎第一位選手 熊本熊 一圈 一圈多一點 雖然速度很快 但是圈速不怎麼樣 可惜了熊本選手 不過有最後那一下碰撞 還是可以加點關的 下一位 勝修 究竟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表現呢 也是在這個連續彎區 快要結束的地方 一圈 能夠兩圈嗎 兩圈 剛剛好的兩圈 回到正向 這個厲害厲害 不知道沒有拿到 滑沙的冠軍 究竟 冠軍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冠軍是在7號圈的時候 一輛車快速通過 又可某撞了一些熊基 然後兩台車都滑出去 又可某轉一圈 兩圈 熊基也轉了半圈 然後持續倒車 雙人合作 非常優秀 熊基差一點開不回來 要是卡住就好笑了 第三名 有趣的項目 總是跟皮特有關 這關的皮特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 經常開著開著就進去了 所以我們的勝修 費了很大的努力 就是滑不到皮特裡面 第一次嘗試 滑到邊邊去了 為了進皮特的他 只好稍微逆向開回來再進去 但是這樣子 是不行的 讓我們先修第二次嘗試 順利的開始滑 可以聽到聲音在山上 進了嗎?進了嗎? 哎呀 比剛剛再靠近了一點 可惜還是沒有成功 撞上了中間分隔的柱子 可惜啦 從第一人車來看看 在這邊下個車 順利的滑上山子 旋轉 360度 回來了時候 休的太晚 沒能躲過 再來換翔哥也想來嘗試一下 翔哥順利開在山上 結果沒進 看那個局勢很穩的說 沒進還吃了一大堆沙 臨時參加這個進皮特的項目 果然表現的不怎麼樣 那我們的勝修又回來了 非常快的速度通過這個區段 這一次能成功嗎? 上沙子了 旋轉了 噢 插邊 轉一轉剛好轉進去 終於讓聖兄娘 進到皮特 看這個車都刮刮啦 第二名 其實跟我們第三名非常相似 也是為了進皮特而努力的片段 這次是我們的熊集 第一次進皮特的時候不小心吃刀殺 然後沒進到 超過皮特的入口了 沒想到這位大哥 居然逆向開回來 然後開進皮特 大家如果是從比較早期開始玩GTS的 就會知道 逆向進皮特曾經是一個刷錢的方法 後來就被改掉了 如果逆向進的話 會被傳送回賽道上 那熊集就這樣被傳送回賽道上了 而且剛剛跑完那一圈被沒收了 熊集於是就再跑一圈 再一圈結束 回到這裡 熊集穩穩的開進皮特 每次沒有刷什麼花招 但是因為剛剛那個判定沒有解除的關係 所以熊集再一次被傳回賽道上 我想應該非常疑惑吧 就這樣定在那不動 熊集再一次啟動 在路途上 在路途上 還試了一點小物 坐了一個360度 又回到皮特路口了 熊集還在12圈 這一次當然也是進不去 我覺得應該是要 跑回來 然後再多跑一圈 就可以解除了 因為這樣 熊集就 退賽了 非常的可惜啊 再來就是我們第一名 本次最精彩的 沙上跳高 首先是聖獸 這個 感覺連四輪離地都沒有 沒有辦法 太厲害了 再來也是聖獸 再一次挑戰 吃了一下沙 整個吃沙 四輪離地 四輪離地 成功跳起 往來過來還閃過所有牌子 沒有影響到吃牌子當賽的比賽 非常棒 好 再來最後一圈的Gard 還叫你吃個沙 往那邊 失控 飛起來 這飛得比剛剛的射修還要更高呢 最後一圈了還有這樣的失敗 來 緊接的是我們首本 643J 也要湊咖跳一下 最後一個高速彎 吃沙 滑向場外 起飛 這個高 回來的時候又再跳一下 還衝到護欄 來 開回來又想跳一下 N3跳 大莊小 這個目前最佳 來是YOUHOMO YOUHOMO也參加了這個項目 在這裡 哇 有夠高 我們背後的地下人 來看一下 這裡有有砍 哇 要不是沒有那個透明牆壁的話 就飛上觀眾席啦 居然還進了PIT 漂亮的一個組合計 再來是我們的渡邊 也是在這裡 開出去 想要是在世界了 哇 非要那個牌子 第三人撐 第三人撐 這個真的是有不高的 太猛了 回不來了 被護欄卡住了 超外飛 超馬虎賽的冠軍 就決定是你了渡邊 渡邊 渡邊外的參加這個跳高 掉到第四名了 頒獎台都沒了 再來這個特別片 是一個舊車片段 這邊要稍微吃到啥 牛 我牛 漂亮的把車救回來 感覺每一次去排名 纏動和失敗片段 好像有點難 表現出比賽的精彩 而且名次也不是這麼好排 所以之後 或許會做一些調整吧 我在想想看 那我們這集就先到這裡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忙 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和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 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